欢迎收看今天的梁家河 我是梁骏 最近两天中共官场当中有一些人挺倒霉的 除了魏凤和突然被大家发现在新春的一个慰问名单当中除名了 所以大家证明 魏凤和估计已经落马或说已经被抓起来这是铁证 因为如果说他在去年十一的时候没有出席在北京的招待会 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身体有痒有病健康问题不能够出席 另外一个可能人不在北京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一次在新春的慰问元老名单当中居然没有 那就证明魏凤和他这个元老的待遇已经被取消了 取消待遇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因为严重的违法问题落马被查了 已经被官方抓起来了 只是没有公之于众 那除了魏凤和之外 还有另外的官员被判处了死缓 一个是中国招商银行的前行长田慧宇 说他是受贿滥用职权 利用未公开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 摄滩是5亿元人民币判处他死缓 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 田慧宇这个人跟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他就是之前王岐山在建航工作时候的大秘 说到大秘 说到王岐山不光只是田慧宇 就在2022年的1月份 因为涉滩4.6亿 差5亿不远了 中央巡视组的前副组长董红 也被官方判处了死缓 没收全部的财产 这个人跟王岐山的关系也很近 他是王岐山的另外一个大秘 王岐山的前后两个大秘 都因为涉滩将近5亿元 被官方判处了死缓 王岐山的两任秘书 居然被判死缓 因为贪污 因为腐败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讽刺 这不仅是两位这样的一度五 全村一时的这个秘书 遭到了这样一个命运 一辈子就这么毁掉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对王岐山 这样一位把很多人的乌梭帽摘掉了 把很多的官员送到了监狱的前中纪委书记 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当然讽刺不是目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把王岐山 这样一个曾经被很多人神化的一个人物 他自己也是牛红红的这么一个人物 退休之后也许原本可以发挥某些作用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的道德形象已经被毁掉了 他的问题不仅是他几任的面数的问题 他自己的问题 他家人的问题 不仅是有很多的传说 而且是有很多的事实 暴露出来 王岐山被认为是习近平曾经的一个盟友 但实际上两个人 从为人处事 从政治作风 个人性格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差别 相比习近平 王岐山的民间形象更好 国际形象更好 但实际上他的不在手段也是非常的厉害 当然了 有一些不喜欢习近平的人 希望王岐山能够对反习起某一些作用 现在看起来这种希望就要破灭了 王岐山曾经在习近平的身边 那绝对是左右手之一 大虎这十年当中立下汉堡功劳的是谁啊 就是王岐山 干的脏活累活 招人骂的活 见不得人的活 都是王岐山干的 可是王岐山现在下去了 而曾经跟着他的那些大秘门 王岐山的小弟们一一被清算 所以有分析人士就说 说现在习近平这一出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完全来巩固他个人的权利 要把其他派系的人全部都干掉 习近平不容许任何除他以外的派系 在中共的党内留存 所有的官员 他们的背上 他们的脑门上 只能刻一个字 习 他们只有一个称呼 叫做习家军 不能有王家军 李家军 张家军 所以随着这两个大秘 董洪和田慧宇 他们背叛死缓 那另外一个跟王岐山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是王岐山当年在建行的时候 他的财务大总管范一飞 他的生死也是大家关注的 因为范一飞呢 现在已经被落马了 抓起来了 带查 是不是跟前面两位大秘一样的 都会判处死缓呢 这是大家现在关心的一个问题 估计也是范一飞和她的家人 很担心的问题 官方目前给范一飞的罪名是什么呢 说她是靠金融吃金融 靠钱生贤 长期以来 以投资为名 大搞全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贷款融资 企业经营的方面 谋取私利 并且非法的收受巨额的财物 从这个目前官方的定性来说 范一飞的处境不乐观 基本上离死缓就不远了 以前是王继三的人 就会得到重用 就会得到提拔 就是谁管都不敢得罪 但是呢 现在完全相反 是王继三的人就危险 要么自己赶紧退下来 尽可能的远离权林中心 要么呢 你就是等待着被追查 被调查 被反复的追究 所以王继三的几任秘书 他的家人 或者是他原谅的一些老部下 一些关系府 一些关联的公司 都相继被调查 而且这种调查会继续下去 到底是哪一些人最终 也跟现在的两任秘书一样的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 但是 联合系统 还有人进去 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这样一种作用呢 对于习近平来讲必须加以清除 否则的话 他认为他的权力即算是发挥起来 也受到王继三势力的影响 对于王继三来讲 这也确实是一段悲哀 你说他是一种报应 还是一种历史的一种游戏 你曾经全力约打 你在现有的体制之下 就变得越危险 不但你本人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另外一个跟你有关联的人 反而比你本人还要受到更多的灾难 更多的麻烦 这个游戏还在继续进行中间 所以哪一天跟王继三有关联的人被抓 大家也不要奇怪 王继三跟习近平之间 是不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恩怨 为什么王继三在下去之后 跟着他的人 他曾经的手下 要被习近平一个个的清洗 我们来听一下和平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虽然王继三给大家的一个印象 主要是在中纪委时间的这样一种强硬的作风 但是事实上王继三个人真正的理想 就是想至少担任国务院的总理 但是当时候的中共元老或者是其他的政治势力 都没有让他成为总理 去了中纪委这样一个得罪人的一个系统 但是在中纪委书记之前 他担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 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负责经营体系 经营系统 王继三本人其实对经济 对经营都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是掌握 但是由于他的约会的问题 前国务院也是副总理 常务副总理 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姚依林 再加上王继三本人也在最开始的经济的智库系统工作 所以给人的感觉他比较熟悉经济 他确实是他在中国的经营体系里面 建立了大量自己的人马 建立了自己的梯队 而他的人马和梯队很长时间 可以说控制了中国的银行的体系 控制了中国的政权这个体系 今天很多的问题很多人事 其实就是王继三当时布置的一个结果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才会